听读练习 而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别的人却有可能拿着一个准确性只有80%的计划完成了目标 过分追求细节 往往也会错失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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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强调细节并不一定代表 必然会成功 但强调细节并不一定代表 必然会成功 但强调细节并不一定代表 现实中 有的人总是怀疑计划不够准确 而迟迟不能开始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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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个过程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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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的人却有可能拿着一个准确性 只有80%的计划 完成了目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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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过分追求细节 往往也会错失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 过分追求细节 往往也会错失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 过分追求细节 过分追求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但强调细节并不一定代表必然会成功 现实中 现实中 有的人总是怀疑计划不够准确 而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别的人却有可能拿着一个准确性 只有80%的计划 完成了目标 过分追求细节 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也会错失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但强调细节 但强调细节并不一定代表必然会成功 现实中 有的人总是怀疑计划不够准确 而迟迟不能开始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别的人却有可能拿着一个准确性 只有80%的计划 完成了目标 过分追求细节 往往也会错失本来可以到手的机会